大家好,我是美食记者王韵诗 粥品是华人食物中的一道经典 那香港著名的美季粥品来到新加坡开店 一开店就吸引大批人潮 究竟这粥有什么魅力呢? 跟随这些的经验吃什么一起去看吧 明日的星期三早上十一点半 记者抵达位于乌节路的美季就几乎座无虚席 美季以粥品闻名 一碗看似简单的粥究竟有什么魅力? 这间源自香港的粥品店于1979年创立 记者点了招牌之一的深谷武鱼南粥 粥品一上桌便散发着浓浓的祸气 也就是俗称的祸鱼南 原来厨师以热油和大火相间鱼南 再将带有祸气的鱼南加入升滚粥里 让粥喝起来充满香气 这在新加坡并不常见 因为厨师如果没有掌握火候一定的技巧 是难以烹煮出带有这么浓郁祸鱼南的粥品的 美季粥品另一特点就是喝起来软绵又滑 不会过于浓稠 当然好吃的美食背后必定花费了一番功夫 制作粥底一共需要花费六小时之久 先将生米与搓碎的皮蛋腌制两个小时 据说皮蛋的碱性会软化生米 令米包起来较香和不粘底 再明火将米粒包之爆开 逼出嚼值 将另外以猪骨熬煮两个小时的鱼汤 放进烟好的米中 一起煮滚三至四个小时 周地才算大功告成 喝粥时 记者推药推荐搭配特别从香港进口的皮蛋和腌制姜片 经过特别腌制和调味的皮蛋 吃起来不如一般的皮蛋滋味浓郁 偏向清淡 更特别使用了较年轻的鸡蛋 让腌制后的蛋黄呈现弹心状 密技首次在海外开店 也推出本地限定菜肴 如生滚阿拉斯加地黄蟹 樱花虾肠粉 瓦包炖牛腩 绍兴醉鸡 樱花虾肠粉只限午餐时分 经过师傅巧手编织呈现麻花状 让肠粉吃起来口感较扎实和有弹性 搭配酥脆的樱花虾 吃起来和一般港式的肠粉不太一样 绍兴醉鸡是盘冷菜 吃起来冰冰凉凉又充满浓郁酒香 记者建议大家不妨搭配热腾腾的粥一起吃 冷热的口感 外加绍兴酒搭配三番浓郁我黑的滋味 真的非常独特 密技首次在海外开店 一起来听听第三代长厨人 怎么说吧 会记就是我妈妈在香港1979年 在旺角的一个黑暴街街头 开始经营这个会记 卖足的 去到80年代左右 到我爸爸一起去做 和我妈妈 去到2000年左右 我妈妈离开了 我就回来帮我爸爸忙 一直经营到现在 会记就是 很多客人来到我香港的店铺 吃这碗粥 其实已经不是吃味道 是吃人情味 而我来到新加坡 我亦都想带回这种人情味 来到新加坡 让客人感受到 来到新加坡 每个月都有